唯一一个成品正合的封面 主讲者分享出版社书籍 要在成品上架的重要性 坐在听众席的民众 听得津津有味 张洪志凌晨四点半开讲 惊呼台北市座神奇的城市 没想到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多人 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产生巨变 成品敦南店就能看到台湾社会能量 随着成品敦南店席等倒数 最后一天一早书店也出现了排队人龙 等待下个讲座主题进场 讲到忍不住红了眼眶 展露不舍心情 还有民众特地一早从台南北上 寻找十几年前的青春往事 因为就离开 就台北这边工作结束 我就回台南 之后就再没来过 然后想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就赶快来吧 因为这边太多太多回忆了 传品敦南店最后一天搭配一系列活动 要和民众一起说再见 从当天凌晨开始到下午六点 现一马拉松讲座打头阵 邀请张洪志 陈文倩等名人来分享 随后晚间七点还有Live演唱会 旺福 程申等人都是演唱会嘉宾 最后半小时则是闭幕音乐会 我们都是平常的时候带孩子来 就是可以享受这里的所有的环境 还有提供的一些书籍 即便再怎么不舍 席灯闭幕依旧倒数计时 读者也只能把握最后机会 来上陈品敦南说再见 借陈分析为台北报道